国盟巴西沙勒国会员加玛鲁丁今天在国会语出惊人 建议把性少数群体LGBT列为精神病患 公正党美理国会员赵俊文立刻反驳 加玛鲁丁政治化心理健康问题而且还羞辱人 一党家府国会员哈利玛今天辩论2023年精神健康修正法案时 加玛鲁丁突然打岔建议把性少数列为精神疾病 哈利玛随后同意加玛鲁丁的建议 不过赵俊文马上抨击 加玛鲁丁的建议毫无医学根据 而且不该随意为他人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